野门多地遭美英空袭 美军出动艾森豪贝尔号航母发动打击 核潜顶及其他水面舰支发射了战斧巡航导弹 英国空军出动四架台风战机参与行动 胡塞武装誓言报复 美英空袭野门会否引发中东地区冲突升级 短时间内可能有一些升级的这样的一些动作 美国宣布队伍军援停止 乌克兰国防部首次购买五万套女性军服 英国与乌克兰签署历史性安全协议 俄防警告在乌部署英国部队 将意味着向俄宣战 俄乌冲突未来是何走向 做了谈判桌上进谈判 可能是今年春季到来之前的这样一个结果 国防部强调坚决粉碎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 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美国频繁打台湾牌到底有何险恶用心 防务新观察特邀军事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各位好 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 我是浩毅 美英两国于当地时间12号凌晨 发射了超过100枚战斧导弹及激光导引炸弹 轰炸胡塞武装位于也门的73处目标 而仅仅过去一天 当地时间13号凌晨 美国和英国军队再次对也门首都萨纳发动了新一轮空袭 具体内容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观察短片 当地时间13号凌晨 美国和英国军队对也门首都萨纳发动新一轮空袭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此次打击的目标是胡塞武装使用的一个雷达设施 打击范围比之前小得多 12号凌晨 美英发射于100枚战斧导弹及激光导引炸弹 轰炸胡塞武装位于也门首都萨纳和其他地点的73处目标 持续近一个小时 据称美航母艾森豪威尔上的超级大黄蜂战机参与空袭行动 佛罗里达号核潜艇以及其他水面舰支 则发射了战斧巡航导弹 英国空军也出动了4架台风战机参与行动 路透社指出 这是美国自2016年以来首次针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 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美国此前纠集12个国家组成所谓红海护航联盟 但此次追随美国实施打击的只有英国 胡塞武装12号表示 美英两国将为空袭萨纳等地付出沉重代价 在空袭发生后不久 胡塞武装称 对位于红海的美英军舰发动了报复性打击 联合国安理会12号晚举行紧急公开会 讨论美英空袭也门后的红海局势 联合国负责中东和亚太事务的助理秘书长 哈利德·赫亚黎警告空袭 可能使红海局势进一步升级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指出 安理会从未授权任何国家对也门使用武力 有关国家对也门悍然采取的军事行动 无助于保护商船安全和航行自由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批评美英过度使用武力 谴责两国正试图将红海变成血海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英袭击 称此举侵犯了也门主权和领土完整 另据伊通社报道 伊朗海军当地时间11号 宣布在阿曼海扣押一艘美国邮轮 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欢迎二位 首先请教滕先生 美英两国军队这几天是接连空袭 也门胡散武装 特别是在12号凌晨的空袭 发射了超过100枚的战斧巡航导弹 和激光导引炸弹 而且还出动了航母和核潜艇 那么发动大规模的打击行动 美英两国想要达到怎样的目的呢 美国方面现在联合英国 发起这两轮的空袭 主要还是一个警示的 就是警告胡赛武装 不要做出过激的反应 那么从拜登总统也讲了 他不单单要警告胡赛武装 而且其实美国也在警告伊朗 因为美国一直认为伊朗在后面 是一个幕后操守 所以这种打击应该是警示性的 但是从打击效果来看的话 能不能真的实现美国所想要的这种警示的目的呢 我觉得很难 毕竟现在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兵力部署 已经非常的空虚 它现在只有一艘航母 加上它的水面舰艇 加上潜艇 再加上英国 比方说从塞布路斯起飞于战斗机 对于胡赛武装打击 它的这个打击规模是有限的 对胡赛武装来看的话 完全可以置之不利 毕竟美国既无心恋战 同样的兵力不足 所以我相信这种打击 只能这个隔血搔痒 对于胡赛武装来看 它还会我行 我说继续对美国和其他的 像这个以色列的 这些这个目标的进行这种攻击 那另外一个比较蹊跷的 我觉得跟美国现在国内政治 有很大的关联 因为在这个当地时间 1月12号 看到美国国安部就登出来 整个一个打击胡赛武装的 这个过程 那么体现出呢 说这个奥斯汀部长呢 一直在清零指挥 就是告诉美国老百姓 奥斯汀还是在旅行 他自己职位 同时呢 也希望借此呢 转移一下国内的注意力 把那个注意力呢 转移到中东地区 所以美国这时候 带着英国进行这打击呢 一种呢就是警告 另外一种呢 就是转移国内的压力 那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啊 就是在13号的凌晨 美英两国军队 发动新一轮的打击 只是打击了 眼门胡赛武装的 一个雷达设施 而在12号凌晨呢 首次空袭 我们看到是通过这个 航母舰载机 包括核潜顶 还有水面船只 发射了这个巡航导弹 等等 是打击了73处目标 那这两次打击 从这个打击力度和范围 为什么有着明显的这种区别呢 从这样的这个变化过程中间 我们可以看到呢 从打击的 使用的武器的数量 和打击的这种强度来看的话 是在走一个下滑的 这样的一个趋势 三轮打击 第一轮大概在100枚左右 第二轮在50枚左右 到第三轮就是一个 阿里伯克舰发射的这个巡航导弹 总的来讲 也是正像刚才滕老师所讲的 要向胡赛武装 发出一个这个信息 就是让它对它自己的这个行动 有所的这个节制 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使用了先进的武器 这中间主要的使用的 就是巡航导弹 那么使用巡航导弹的时候 它的主要的作战飞机 和它的打击力量 可以远离胡赛武装的控制区 英国这个使用了 第一轮的时候 使用了四架飞机 然后美国大概出动了 22架舰载机 就这样一个规模进行打击 但第二轮完全就是 巡航导弹进行打击 采用了防区外打击 就是不进入胡赛武装的 这样的实际的低空导弹的 这种火力范围 这样打击的时候 把一些不确定性的因素 可以尽可能地 降到一个最低限度 总的来看的话 在武力的这个使用方面 对胡赛武装警示 或者说威慑的 这样震慑的这种作用 同时在目标的这个选择上 着重针对于胡赛武装的 军事目标 就是它的指挥控制 预警 导弹的发射的阵地 无人机的一些机场 和它的海岸的一些 这个雷达系统 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 主要的就是想剥夺 胡赛武装 对鸿海和雅丁湾地区 海上航行的这些船只 可能构成的这个威胁 所以这个 发出的这个信号 应该是非常明确的 就是 就是警示胡赛武装 不要继续对鸿海 雅丁湾的 这种商船的航行 构成继续的威胁 那值得关注的是 滕先生 之前美国是 纠集了12个国家 在鸿海组成这个联盟 但是这次 跟随美国 是直接打击的 只有英国 那您如何看待 美国的这些盟友 做出的不同反应 那么这次打击行动 跟鸿海 互航联盟 还是两回事 它不是一体的 因为鸿海 互航联盟 它是在去年 12分成立的 12国家参加 但是现在来说的话 这12国家来看的话 若即若离 体现出北约 对于美国在这个地区 发起的护航行动 护航联盟 代号叫繁荣卫士 这个行动 它是有各自的盘算的 那么第一个 就是美国方面 现在还很难构成一个 大型的编队 因为现在 福德号航母 打击航走了之后 现在只有艾森好远 另外还有一艘两栖 弓箭编队 在海上 晃晃悠悠悠地 搞一个大的编队 搞一个思维的行动 很难 欧洲国家 北约成员国来说 不想招业 一个地区的这些 武装分子 所以 现在 尽管大家都举手 这12国家都举手 参加 红海 护航联盟 但是若即若离 有的国家甚至 军舰都没有派出 中东地区 除了巴林 那么其他的 中东地区国家 几乎没有参与的 对美国来说的话 现在在中东地区 拉起一个 护航联盟来 很困难 毕竟美国 在这样一个行动当中 加带了很多 自己的利益 他要在这个地区 主导局势 他要在这个地区 帮着以色列 打哈马斯 所以地区国家 别有成员国 反应冷断 这应该是一个 现实的反应 那多国也是谴责 美英近日发动的 这个空袭 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加剧 那另外我们看到 伊朗11号宣布 在阿曼海 扣押了一艘美国的游轮 那么这轮 由英美发动的 对野门湖塞武装的空袭 是否会引发 中东地区的局势 进一步升级 美国和英国 在发动这一轮 打击的这个时候 实际上从他们的表态中间 他们也预判到 湖塞武装可能会进一步的 采取相应的行动 但是我们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看到 有这种实质性的 这个行动来产生 存在的这种不确定性 或者是升级的一个 这个风险比较大的地方 就是还是在这个 雅丁湾 在红海 在这个曼德海峡 这个地方 由于这个地方 这个距离非常狭小 那么湖塞武装呢 实际上它的这个 由岸对海的一些打击手段 可以对这个地方 继续构成一些威胁 有可能会在这个地方 产生一些 就是短时间内 可能有一些 升级的这样的一些动作 对于湖塞武装来讲 它在这个地方 采取这种攻击行动 主要的一个目的 实际上不是为了 攻击商船而攻击 它着重还是要 想通过这样的行动 是对那些 跟以色列在加沙 采取行动相关的一些国家 对他们造成影响 要想通过这些国家 去对以色列施加压力 来尽快地去结束 它在加沙这个地方的冲突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 来进行讲的话 那个湖塞武装 不大可能会 就这么轻易地放弃 它这种骚扰性 打击性的行动 这种行动还会 继续进行下去 只是这种能力 可能会有所的削弱 它直接或者说 紧密关联的 实际上还是跟 加沙的这种斗争形势 会有一个 很紧密的关联关系 如果那个地方的 形势稳定了 那么这边的 相对来讲 形势也就会 进一步地稳定下去 近日美国白宫表示 对污污军事援助 已经停止 我们来看短片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 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 11号在记者会上表示 美国队伍军事援助 已经停止 他呼吁国会 尽快处理白宫方面的 额外拨款请求 为支持乌克兰提供更多资金 与此同时 美国国防部督察长办公室 1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 美国援助乌克兰的价值 超过10亿美元 近4万件尖扛式导弹 自杀式无人机等武器 处于无法追踪的状态 纽约时报称 这些武器 因包含敏感技术 且体积相对较小 很容易成为走私对象 美媒称 截至去年6月 美国已向乌克兰提供 近1万枚标枪反坦克导弹 2500枚独次防空导弹 约750架弹簧刀无人机 430枚中程空对空导弹 和2.3万副夜视镜 上述报告称 在这些原物武器装备中 大约60%未能清点到 此外乌克兰最高拉达 11号驳回了乌政府 去年12月提交的 一项新动员法草案 乌防长乌美罗夫近日称 乌克兰国防部首次购买了 5万套女性军服 外界分析认为 乌克兰政府正面临 兵力动员压力 这一消息会意味着 准备大量动员女性上前线 另据塔斯社报道 英国首相苏纳克 12号在基辅与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签署了 历史性安全协议 对此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 梅德维杰夫警告称 在乌克兰部署英国部队 或将意味着向俄罗斯宣战 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请教腾先生 我们看到白宫宣布 美队乌军员目前已经停止了 那您觉得这个暂停舰会持续多久 那另外又会如何影响 乌军接下来的作战行动 现在我们还很难看到 美国什么时候再重新启动 这个舰对乌克兰的援助来说的话 主要还是经费的提供 同时也提供大量的武器装备 这对乌克兰来说的话 特别是跟俄罗斯进行 一轮又一轮这种相互的博弈 发挥了一定作用 但是现在来看的话 你让拜登政府再继续向乌克兰提供 特别资金方面援助 他必须要经过美国国会的批准 至少在今年11月份 就是美国总统选举传言落定之前 美国国会 特别是共和党把持众议院 不太可能给拜登更多的授权 让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 军事援助 特别是经费方面的支持 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 美国为什么现在放缓 对乌克兰的援助 放放命的援助 包括武器装备援助 那么主要还是因为 他已经意识到 乌克兰可能真的充不了多长时间 如果说继续给他提供经费支持 提供武器装备的话 那可能都打水漂 所以美国是实用主义猖獗 这样一个国家 对于乌克兰来说的话 如果说没有了美国提供的支持 没有欧美国家提供的支持的话 那他可能面临崩盘的 这样一个巨大挑战 很难把这场冲突继续下去 我觉得从经费方面来看的话 乌克兰现在已经负债了 他的财政赤字 已经达了430多亿美元 这样一个水平 那么再加上美国断供了 我相信俄乌冲突这个转折点 可能会在短期内出现 那么不会说达成一个和平条约 但是停火 坐在谈判桌上进谈判 可能是今年这个春季到来之前的 这样一个结果 那另外我们看到乌克兰国防部呢 是首次购买了5万套的女性军服 这透露什么样的信息 那是不是表明乌克兰目前已经出现了 这个兵源短缺 准备要动员女性上前线 那么这次来看的话 比方说他要购买5万套女性的军装 体现出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俄罗斯跟乌克兰这场冲突 已经使乌克兰在兵源方面呢 基本上消耗殆尽 那从这个去年的相关数据来看的话 那么乌克兰18岁到60岁 就适合入役的那个男性公民的话 在一线作战头 已经达到了接近30%这样一个高的数字 所以这场冲突来看的话 打成了一战的状态 阵地消耗战 那么城市的巷战对于有生力量的消耗呢 达到了一个极限 比方说马利乌波尔打了两个多月 北断尼斯克打了一个多月 特别在巴赫木特 有数据显示的话 士兵上去 不管是俄罗斯士兵 还是乌克兰士兵上去的话 一个士兵的 这个生命作战周期 只有四个小时 所以大量的人员伤亡 使得乌克兰现在面临的 极大的兵源短缺 我们也看到相关的视频显示 包括怀孕的女性都在前线 那么被俘 就是没有人了 没有兵源了 你有再多的武器 你有再多的欧美方面提供的援助 没有兵源了 那这个仗怎么打 那王先生我们看到 面对美国对乌克兰援助资金的停滞 包括这个兵源短缺的 这样一个大背景下 英国12号与乌克兰签署了 一份历史性的安全协议 那俄罗斯则警告称 一旦英国部队 如果部署在乌克兰 则意味着与俄罗斯宣战 那您如何看待 双方签署的这份协议 有着什么样的不同寻常 又会如何影响冲突局势呢 那么他在跟乌克兰签订的协议过程中间 就是向西方世界 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 要在援助乌克兰的问题上 尽快地采取相应的行动 英国人做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带头示范作用 那么他的这种作用 后续会在战场上产生一定的效果 第二个重要影响 他在这个时候 跟乌克兰签这个 是在给乌克兰打气 在2023年 俄乌冲突最重要的一个 这个事件呢 实际上就是乌克兰的下级公司 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这个时候他的士气比较低迷 所以在这个协议的签署的过程中间 给的这个资金 对英国给乌克兰这个资金 这并不是特别主要的 关键在于这种安全承诺 就是在乌克兰成为北约成员国之前 这个协议一直有效 这就让乌克兰人继续战斗 战斗的最后的结果 就是你能够成为北约的 将来能够成为北约的成员国 第三个影响呢就是 它的的确确也是在通过 这样的一种这个图形 反映西方世界 在为2024年的俄乌的战场作战 在谋偏布局 想在这个僵持的这种情况下 来消耗俄罗斯的这种战场力量 通过消耗来拖垮这个俄罗斯 这些都可能会对俄罗斯的士气 对俄罗斯的民心 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创造一个比较有利的态势 最终所以2024年的这个斗争 可能会在俄乌冲突中间 可能会更加的复杂 再来关注台海南海局势 近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强调 中国人民解放军 时刻保持高度戒备 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粉碎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 来看短片 据岛内媒体报道 台军现役140架F-16V Block 20战机 已全部升级 2026年前还要向美采购 66架F-16V Block 70战机 12号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小刚大笑表示 民进党当局为一己私利 花台湾老百姓血汗钱买美国武器 无法阻挡祖国完全统一大势 只会将台湾推向兵军战危的险境 中国人民解放军 时刻保持高度戒备 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粉碎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 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另一方面 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 近日在访问菲律宾时 对中国在南海的活动妄加评论 还宣布将扩大德国与菲律宾 在海岸防卫方面的合作 包括为菲律宾提供无人侦察机 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博斥称 德方有关人士无端指责 中方南海政策及正当合法行动 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防护新观察继续播出 那王先生同时我们也看到 台军现役140架F-16V Block 20 已经全部升级完成了 那他在2026年之前 还要再购买66架F-16V Block 70战机 那这很明显 花了晚兴的血汗钱 来购买美国的武器 那这一居共计划 包藏什么样的活性 第一个就是它增强了台军的这种 这个战役战术的攻击能力 已经从原来的这种主要基于防御 实际上转向了战役战术的攻击 我们可以看到F-16V这个飞机 实际上它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 第一个它是换装了先进的FG-83 这种这个可变波数的敏捷雷达 具有多个目标的同时跟踪能力 第二个呢 这一个飞机换装了先进的发动机 第三个提供了相当多的攻击性的武器 远远地超出了所谓台军的这种防御的 这种需求 第四一个方面呢 就是它给台军的这种F-16V 实际上增加了它的这种夜间 在和复杂迹象条件下 低空作战的这种能力 它是做的一个目的就是 以武谋独 以武互独 这是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 这是美国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祸心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形成一种一种态势 这种态势是什么态势呢 就是台军是在美国的这个体系中间 是一只手 控制这只手是谁呢 是美国 服务于美国在一岛链的这样的这个需要 第三一个呢 实际上是把台湾深度地捆绑在美国的战策上 这就是它的既有这种政治上的这种祸心 也有军事上的这种谋划 同时也有重大的经济利益上的这种考虑 所以美国人在做的这个买卖啊 实际上是祸心是包藏的是多个方面的 嗯 腾先生 那从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 德国外长在访问菲律宾时呢 宣布将扩大两国海岸防卫合作 包括向菲律宾提供无人侦察机 并且就中方正当合法的活动 妄加评判 那么作为域外国家 德国此时在南海问题上的言行有何企图呢 从北约本身来看的话 都这个秒向了亚太地区 因为从两方面来看的话 第一亚太地区呢 是这个世界经济的发动机 那么这个地区充满了那个活力 包括中国这样一个大市场来看的话 他们要那个介入其中 所以呢他们要过来 第二方面呢 也是跟着美国的这个地区呢 搅局毕竟呢 几次北约峰会都讲了 北约要把目光投向亚太地区 所以呢跟着美国过来 也是显示对美国的支持 所以不管从地缘政治考虑 还是从本身的商业利益需要来看的话 德国现在正在加快 向这个地区转移 向西太平亚地区转移 而菲律宾呢 就在成为它的一个重要跳板 和日本这个以南以北 构成这样一个联动的机制 那么它将来军舰过来 会不会部署在菲律宾 会不会部署在日本 这都是德国现在正在考虑 所以你看 现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 我们看到德国 驻菲律宾大使就讲了 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些武器装备 提供一些打击平台 包括无人机 那现在的话 德国正式的宣布要向菲律宾提供 包括无人机在内的一些武器装备 很显然 武器装备提供 这是一个敲门砖 那么接下来的话 德国还会在防务方面 加强跟菲律宾方方面的合作 主要是想着把菲律宾打造成 德国进入到西太平亚地区的 一个跳板 一个前进基地 俄乌冲突仍未停息 八亿冲突已蔓延到红海 而这两场冲突背后的美国 还在盘算着怎样的图谋 我们将持续关注 这里是防务新观察 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 也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